在新年之際 普里正公所在日前舉辦 普里正各界新村團拜的活動 邀請到普里正各界機關團體 共同來祝福普里正 今年能夠平安順遂 先議員吳國昌 一早也來到現場 參加這場團拜的活動 吳議員表示 普里正公所在州政長的帶領之下 與各機關的配合聯繫 都做得相當不錯 也許許各界都能夠再接再厲 讓普里正能夠更加進步繁榮 先議員廖志成肯定 普里正公所團隊 以及各里長 社區理事長 過去一年來的用心 也許許在新的一年裡 普里正各里以及各社區 都有新氣象 共創新的未來 當然我們共甦 過去 這裡的所有的 不管是主管 跟這裡的生辦單位 跟我們的里長和社區 都做一個最好的聯繫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說在今天 一個新村團拜的好日子的時候 也是要來跟我們共甦 跟我們里長八 跟社區理事長 說一個新的共甦 在新的一年 都可以帶來 讓我們不管是共甦 或是我們的船裡 或是我們的社區 都帶來新的新氣象 新的好運 先議員王采雲 感謝公所團隊 以及普里正各界 對於普里正發展所做出的貢獻 並表示 在新的一年裡 他也會與大家一起共同來努力 讓普里正能夠更進一步來發展 本期以來 蔡芬收入 我們的鄉親事長 聽說和支持 蔡芬有機會 為地方來遭遭 在新的一年 新的開始 蔡芬一定警察認真 來為我們的鄉親 繼續來恐怖 在9年我想是一個很好的旺年 所以我想財氣跟著我們來 旺旺來 在這裡祝福我們所有的鄉親事長 新的一年新的開始 心想事成萬事如意 最重要 身體一定要健康 副議長派一拳 肯定普里正各界 在過去一年來的用心與付出 也期許各界秉持過去 服務相信的精神 繼續為普里正名的福祉 與發展來努力 記者陳偉一 普里採訪報導